从数学天才到华裔赌神 他靠算牌横扫美国赌场 狂赚千万美金后被封杀 世界顶级名校的数学天才 马凯文出生于1973年 生在美国麻色诸色州的一个华裔家庭 父亲是位大学教授 很注重培养马凯文的数学思维 和对工程学的兴趣 马凯文也遗传了父亲的高智商 从小舅表现出了超强的运算能力和记忆力 14岁时 父亲把马凯文送进了全美有名的 菲利普斯·埃克塞特斯利中学 接受哈克尼斯圆桌是精英教育 在这里 12名学生和一名老师一起围住 圆桌用提问 讨论和辩论的方式交流学习 这种教学方式不但培养了 马凯文深厚的数学基础 敏锐的思维分析能力 还塑造了他 坚毅冷静的性格 以及游刃有余的沟通交流能力 之后 马凯文顺利考入世界排名第一的 高等学府 麻省理工学院 其在计量分析领域展现出的卓越天赋 令他成为了全校公认的数学天才 1994年 正在麻省理工读大三的马凯文 受两名同学的邀请 加入了一个算牌兴趣 小组 麻省理工21点小组 他的人生从此开了惯 初入赌场 一名惊人 早在1979年 麻省理工学院就出现了一 各名叫非赌不可 怎么赌的迷你课程 让数学系的学生 彼此切磋21点与算牌的技巧 21点又名黑杰克 是一种在西方时 分流行的扑克牌赌博游戏 该游戏一般有2至6个人玩 使用除大小王之外的52张牌 努力让自己手中牌的点数之合 不超过21点且尽量最大 马凯文庭及自己神一般的算牌能力 很快成为了小组的核心灵魂 但是高智商的天才们 绝不甘于纸上谈兵 有这练家子的手段 为是魔不去捞 点真金白银呢 他们抱住所有赌徒都有的心理 将目光瞄准了校外的真正赌场 几个人一合计 凑了10万美金到世界 第一大赌城拉斯维加斯下注 与一般赌徒最后输的精光不同 这一次他们赌赢了 光那一晚上 他们迎走了90多万美金 连路营用的行李袋都塞得满满当当 一夜暴富 尝到了甜头的马凯文艺行人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每逢周末 马凯文艺行人便携带10万美 金转战于美国各地赌场 打完21点 回笑时总能赚的盆满钵满 在那时 他们是麻神理工神话般的存在 而马凯文艺谈到这样的神操作 却一场冷静 仿佛他只是钞票的搬运工 算牌能够提高3%的赢牌几率 这种几率不算高 但足以战胜几乎全部的对手了 把赌场当提款激狂刷1000万美金 碰到这样一个稳赚不赔的主 赌场当然不甘心 马凯文一行人在赌场多次封身之后 一 写赌场一个重理由禁止他们入内 他的脸可能是那时赌场老板心头的噩梦 想起来都要忍不住打个寒劲 但马凯文还是有办法 为了不被认出来 马凯文和同伴们巧妙地进行化妆 赌场和马凯文开始玩起了猫猪老鼠 赌博集团的私家女侦探说 他们有时后打扮成网球队员 有时候化妆成西装革履的商人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如何出现 我 我们只能像玩大拼图一般 把葛仲线索1.1 点得拼凑起来 逐渐发现一些相同的人在部 同的地方玩牌 在这众斗质斗涌下 马凯文带领同伴们 利用算牌方式 从各大赌场狂捞了一千万美金 胜利者的台词 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马凯文在进入赌场时 经常会念出一句 话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意味 大吉大利 今晚吃鸡 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 因为过去美国的许多赌场 都提供一种米饭套餐 套餐里除了土豆和一些蔬菜之外 还包括了三块鸡肉 其售价是1.79美金 而那时赢一次赌局的基础 回馈是2.00美金 所以当你赢了一次赌局之后 就有足够的 钱去买一份带有鸡肉的饭了 这是求好运的一个说法 火爆全球的大逃杀游戏 绝地求生 引用了这句话 作为玩家在游戏中获得第一 明实的庆祝语 也为这句话过于顺口且接地气 吃鸡已渐渐成为了 绝地求生等游戏的待命 此 长盛不败 美国境内一百多家赌场联合封杀 马凯文的长盛不败 竟于乔庄 让个大 赌场老板十分恼火 赌场老板也想不通 我一开赌场的 怎 莫能有人在自己眼蹄子底下只赢不输呢 他们查阅监控 看他是不是出老奸 接 我发现他没有任何作弊的举动 依靠的完全是惊人的算牌能力 那不行 得封杀 而且还要联合所有赌 场 一起封杀 于是 这些赌场将马凯文和他同伴们的大头罩存档 列入了赌场黑名单 并进行资讯共用 从此 马凯文等人成为了美国境内一百多 家赌场的拒绝往来户 只要他们进入赌场 赌场员工便会以防贼式的眼神紧盯住的 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 即使化妆也不能解决问题 为了防备马凯文等人 可赌场纷纷升级了人脸识别系统 把监视器拍摄到的赌客影 向立即与算牌者的照片进行对比 便脑也根据已建立的算牌模型 随时监测异常的玩牌形态 更有甚者一家名为洗牌大师的工 斯发明出一款持续洗牌机 让人根本无法推算发牌顺序 虽然这台机器售价昂贵 但各大赌场为了对付算牌者 也只能忍痛购入了 马凯文和他的同伴们 成了所有赌场的公敌 一些赌场直接向他们发出警告 你们不被欢迎 若执意进场 将会背上侵入私人产业的罪名 对于赌场的这一做法 就连法院也表示 支持 传奇经历拍成好莱坞大片 重重的阻碍 让马凯文无法继续进出大 行赌场 最终被破金盆洗手 但很快 他的传奇经历被作家本媒资里 吸血入场销书 Green in Down the House 攻陷拉斯维加斯中 并引起了好莱坞导演罗伯特 路克蒂克的主意 2008年3月28日 根据马凯文真实经历 改编的电影 绝胜21点 在北美首映 终以8116万美金的票房收入 在当年的北美电影票房百强榜中 占据第36位 有趣的是 马凯文本人除了担任影片指导之外 还在片中客串了赌场庄家的角色 时至今日 算牌在赌城拉斯维加斯仍然 是敏感话题 决胜21点 当初在选择拍摄 地点时 许多大赌场就曾拒绝提供场地 由于片中饰演马凯文的男主角 吉姆斯特加斯是英国人 岂先他有点单新马凯文课 能会因此感到不业 但吉姆发现他很好玩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还一起到赌场饭店的顶楼抽雪家 他试图教我怎么算牌 我只能目瞪口呆 他就像是活的英特尔韵算晶片 从游戏人间的赌徒 到商业大干 离开赌场后的马凯文 开始利用自己鸡 拈来鸡肋的算牌经验 投身到网络赌博业中 出任马凯文的疯狂赌博事件 栏目主持 人 除此之外 又以21点研究所的名义 在纽约 拉斯维加斯开扮演讨会 专门讲述算牌技术 不过 马凯文似乎意识到 这些并非长久之计 他在个人著作 《大概率四位》中写道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 拿到了机械工程学学士 学位 但我几乎完全没有将这 重症归教语院 用到我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中 相反 我正在利用数学和统计学 从事21点游戏 于是 2011年 他划时代地将数学合计 两分析方法引入商界 创立了位于三藩市的 公司Tensor 该公司建立了专有的资料 驱动平台 使员工能够更好地理解 和改善他们的功 做绩效 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Twitter Twitter 公司看中了Tensor在运营 和管理中的价值 高价将至收购 2014年11月 马凯文加入ESPN 美国鱼 乐于体育电视网 这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 体育有限电视网 向超过180个国家和地区播 放体育电视节目 马凯文在其中担任预测分析专家 每周进行电视直播 并兼任专栏总 讲 2017年 马凯文开始出现在体育赌博和分析播客中 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和超强的分析能力 让他迅速走红 成为了美国一位被受追捧的演讲者 通过巡回演讲的方式 他向企业和运营 者们展示如何利用数字的力量 做出更好的业务决策 2018年11月 随着资料分析在企业经营 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酒店业唯一的收益侧 略平台Dueto公司 聘请马凯文担任公司产品和分析高级副总裁 马凯文的传奇 看来并未停止 昔日这位游戏人间的赌徒 正在渐渐转 形成为一代商业大咖 或许马凯文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就是风神的存在 或者是一种遥望吧 有人说 成大事者必对风险有所偏好 诚然 传奇人生或许需要一些勇气 在关键时刻敢于下注 但马凯文人生经历对 我们的启示远不该如此 他超强的推算能力 才是他无论赌场还是商场 都混得风生水起的根本 或许生命无法像他一样传奇 或许生活无法像他一样多彩 或许我们耗尽心力却仍 就平庸 但愿我们都能找到立身之本 找到热爱这个世界的理由 我们也会像马凯文一样 只要敢折腾 未来还有无数可能 谢谢你观看我的美国油管频道 如果你喜欢 请订阅 分享 及发表评论